设定活动的个别通知 那其实如果像我这边活动那么多,每个通知我,收太多Email也蛮烦的,来,我先把它取消一下 好,我从这里设施 这个人的所有日历每天都通知我,我先把这个功能先取消吧 不取消其实也可以啦 如果要取消这边就点XX 也就是 这个人所有日历都不通知哦 但是个别活动通知,我们打个比方 这个活动呢,我要特别注意要通知 那就点这个活动 个别活动就点这进来,点这进来你知道修改就是这一支笔 那点进去咯 点进去在哪里,通知在这里 这个活动通知我就好,其他不要 才不会每个活动,如果一个月有20封 那近20封信呢,不是每天在收吗 点起来呢,来 至少是前一天吧 什么时候做什么 这个,那通知有两个选项哦 这是跳出来的,那这边你可以用什么 Email,两个方式 用通知,那手机会跳出来 那个是用Email通知你,前一天 几点的时候通知你 就设定在这里 当然改完要必须做 存档这样才算什么 也就是这个活动,只有他会通知我 那如果说这个也很重要,点起来 再点 笔,再看一次 那这个呢 好 使用通知 电子邮件通知 前一天的 几点通知我 那不用前一天呢 这个可以改哦 零 早上几点 早上八零 跳出来通知我 等一下毕业连离 要类似像这样 改完记得做 储存 好 我先去 好